花蓮市公所113年度持续加强改善巷弄道路的品质 2月2号上午进行荣正街中华路到国风街路段的路面刨铺作业 而市长魏家彦表示农历年前将完成13条的道路重铺 要提供给返乡的民众还有外来游客安全舒适的用路空间 花蓮市公所113年度持续加强改善巷弄的道路品质 2月2号上午进行荣正街中华路到国风路段的路面刨铺作业 市长魏家彦特别到场关心施工的状况 今天家彦也到了荣正街来看我们AC刨铺的这个部分 那在这边这个预算是我们去年度的一个预算 然后到今年的3月 那我们第三第四批的我们总共刨铺了14条的这个 一距刨铺14条一个道路 那也是在不管是在民字头主字头国字头 我们都预计来做那总共有14处 那主要其实也是希望说我们来把这些坑坑坑坑的道路来给它排除 那其实有很多的一个管线单位 未来我们也希望说管线单位在申请设置管路的时候 也希望他们回田的这个部分能够更来回田的来确实 华蕾市公所表示在农历过年前还会陆续完成13条道路的重复作业 那我们这14处啊大概有那个13处在那个农历年前会完成 那有一条在那个国心里的借铃五街的部分 那那个因为排程的关系我们会将它安排在过年后 比较不影响那个民众过节的时候再来办理 那希望说在那个就是过年这段期间 就是能够提供给市民一个非常友善的一个那个通行的环境 市长威嘉燕也表示在作业期间会有短暂时间管制 请民众可以配合及谅解 市公所会持续改善各条道路 提供给返乡民众和外来游客安全舒适的用路空间 介络会欢恩市报道